就是他们拿了我们的器材和证件 不是他们自己给我们的吗 要不是因为那一大盒子的门票啊 我还真觉得林总是在故意刁难我们 她应该真的很喜欢吧 她屋里那幅油画已经很有年头了 还真看不出来 她这么一把年纪了 追星追得这么疯狂 还是先想想 怎么才能让美女士重新登台演出吧 你看过倪萍老师的寻听节目等着我吗 我们可以学一个啊 梅老师的采访不能说任何问题 我们回去还要交差呢 我没体现 没白带 终于派上用场了 等着我 二位 能否请你们帮我一个忙啊 不好意思 我们赶时间 二位 先没急嘛 那个 大家都是同行 希望你们能带我见见梅老师 我们也是转达一个她老粉丝的心意 就是因为同行才不行 这次我们台好不容易抢到 梅女士的独家 怎么可能带你们进去嘛 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 如果你们不方便 带我们一起进去的话 可不可以兼用你们的器材 和证件用一下 你疯了 你们可以到那边休息一下 这也行 这也行 你认识她吧 不是你同行吗 可能跟你说 走吧 你昨这干什么呢 我们摄像机呢 我们的正家呢 苏织宁 你见过穿西装的摄影师吗 这摄影师扛着机器风里来雨里去 哪有穿你这么讲究的 你干吗 把外套脱了呀 还有这儿 把这儿拽出来 领带 领带也得解开 快啊 还什么修啊 你装也要装得像一点 不然梅老师一会儿看出来 该冲帮你 不知道两个人扛着摄像机吗 他们两个应该往那儿走的 赶快追 什么意思 他们反悔了 就是啊 万一反悔了怎么办 赶紧走 怎么还在这样呢 你们赶紧的呀 怎么摄像机都能弄弄呢 你一定要找回来 快点 快点 这怎么办呀 现在出不去 这 咱们这样不合适吧 没关系 是他们自愿的 而且现在最重要的 是赶紧找到梅老师 你还 怎么办啊 梅老师 你们是谁呀 我们是海诚电视台的记者 跟您约了专访 是吗 我怎么记得 昨天晚上 好像在酒店大堂见过你们 我们确实不是记者 今天冒昧地来找您 其实是有件事想请您帮忙 是这样的 梅老师 我们有一位长辈呢 是您的粉丝 您以前的演出啊 他每一次都会去碰场 他余生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再看一次您的演出 虽然我知道这很为难 但还请您 再考虑一下 你替我谢谢他 我现在已经退役了 以后 再也不会登台跳舞了 梅老师 梅老师 请进 怎么了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拿了我们的器材和证件 不是他们自己给我们的吗 是这样 梅老师 这两位呢 是偷拿证件冒美典型记者 闯到这儿的 打扰您休息 师叔抱歉 怎么样 换了 您二位 帮我走一趟吗 应该还好 嗯